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是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郊区的一片草原 夏日里 这里碧绿无边 壮阔无比 巴雅尔从小就在这一带以游牧为生 这些天 他的心情有些郁闷 刚刚迁徙到新的草场 他的几匹马就跑丢了 一匹成年蒙古马 市场价格在两万元人民币左右 为了挽回损失 巴雅尔和他的堂弟 已经整整找了三天了 牛羊跟着水草走 牧人跟着牛羊走 这是传统放牧生活的写照 巴雅尔也不例外 为了照看好三十多匹马和五十多头牛 他每天要在草原上骑行八十多公里 根本无暇陪伴孩子 他渴望改变 却无能为力 因为中国客人的到来 让他的放牧生活发生了变化 朝鲁 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科技工作者 他带来的设备 是依托中国北斗卫星而研发的 智慧放牧系统 此前已经在中国的内蒙古 新疆 青海等牧区 得到广泛使用 这套设备的核心之一 就是项圈 除了装有能够持续供电的 太阳能电池板 项圈还有一个圆柱体装置 里面装有信号发射和接收芯片 用卫星放牧 阿雅尔十分好奇 但更多的还是怀疑 这样的项圈 真的能解决他遇到的那些问题吗 果然 戴上项圈后 手机上就会出现牲畜的实时定位和行动轨迹 找牲畜的问题解决了 找牲畜的问题解决了 在巴雅尔家附近 有一个专门的牲畜饮水点 平时只要有牛过来喝水 巴雅尔就需要跑到水槽边 打开水龙头 为了解决来来回回开水龙头的问题 陶鲁和他的助手 开始安装智慧放牧系统的 另一个核心设备 牲畜进入摄像头下的饮水区域 系统就会自动提示有牲畜需要喝水 如果水槽里的水不够 就可以用手机操控水龙头 精准定位 远程操控 有了北斗卫星助力的巴雅尔 终于可以不用每天从天亮忙到天黑 只需要拿着手机 足不出户就能实现轻松放牧 如今 不仅是巴雅尔 随着蒙古国与中国的深入合作 这张中国名片走进了更多牧民家中 世世代代在草原上游牧的牧民们 在科技的助力下 就好像拥有了鹰的眼睛 阿布扎比 海面正中 这个庞然大物 就是一带一路上的又一张中国名片 亚洲最大的重型自航缴溪船天空号 这个夏天 他都驻守在这里忙碌作业 用了九个月时间 完成了两座岛屿山体景观的吹田工作 能看到远处的两个山包 这个就是我们在吹田道路的这两个景观山 有自行车旅游的步道区 有网球 一些娱乐等一种项目 也有沙滩 给当地的居民也是提供一个比较好的 这么一个休闲旅游这么一个出所 放眼望去 胡达里亚特岛已出险出行 要从无到有造起一座岛屿 绝非易事 这个长满铁齿的肩甲巨兽 角刀是天空号的核心部件之一 它可直达海底 捣碎最坚硬的力石 每小时它挖出的沙石可达6000立方米 相当于在一块标准足球场 挖出近一米的深坑 依靠海面上的管道 沙石最远可输送到15公里以外 自2019年投产后 天空号参与了众多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重要项目施工 从极热的阿联酋到极寒的俄罗斯远东无人区 天空号在一次次艰苦实战中 展现着大国重器的输俊能力 驾驭着这艘创造多项世界第一巨轮的 是一只平均年龄35岁以下的年轻人 正是这群踏浪者一次次奔赴星辰大海 在一项项一带一路重点工程中 创造了享誉世界的中国速度 一带一路上的中国智慧之光 不只有大国重器 还有的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在距离乌干达鲁韦罗70公里的卡萨纳 网络达人达夫尼的助手正在为他录制短视频 他们使用的这款手机就来自中国 这款专门为非洲市场定制的手机 在非洲销量第一被称为非洲手机之王 中国的手机是更耐性的 他们有长期购买的系统 当你购买它 你可能会购买三天 不再购买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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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旅客 按照的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长大的 政治 Senhor 转发 一个人最 Hobart 有很好的面子 有人做学习会 十年来 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科技合作 秉持开放包容 合作共赢 成立了五十多家联合实验室 推进了一千多个联合研究项目 一带一路正成为科技合作创新之路 数千年岁月的丝绸之路 更迭着数不清的货币 从最初的金 银 铜 铁 铸造的货币 到宋朝创造的纸币 胶子 货币形式的创新 推动着贸易的兴旺 今天 大规模的跨境贸易 更需要货币结算 更加通畅和便捷 胡春梅 在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区 经营了一家国际贸易商店 虽然生意兴隆 但是曾经也一度为各种不同的结算方式而苦恼 因为货币比较多 有金格 有美金 还有鲁布 每当结算的时候会不方便 2019年 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 银联和银行合作 在霍尔果斯中哈国际合作中心 试点开展了银联卡POSE交易 离岸人民币结算业务 这不仅让消费者可以毫无顾虑地轻松购物 也为商家减轻了因结算带来的 繁复冗杂的收款负担 现在通过咱们用银联卡 确实很方便 让支付这块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尤其是最近通过思路跨境平台 把中亚五国的一些国家的货币 全部都可以刷银联卡 阿拉木图 哈萨克斯坦最大的城市 在这里 不论大型商场还是街区商店 使用银联卡都可以顺利结账 甚至从自动提款机 就能直接取出当地的货币 在阿联酋 所有自动提款机和商家刷卡机 都可以用银联卡 阿联酋还是中东首个 全面受理支持闪付功能银联卡 和银联手机闪付的国家 目前银联全球网络 已经覆盖180多个国家和地区 覆盖境外6,350万商户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 超80%支持银联支付服务 科技改变了人们的支付方式 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融资方式 福建泉州 中国乌龙茶之乡 在这里 新业银行正在利用卫星 为茶农发放贷款 我们通过微星亚本技术 想解决的就是 农资兰禁掉了的问题 我们是把整个茶园 它的面积 我们就给它挂到微星网上面去 每八天 我们就跑批整个种植数据 把它的数据资产 转换成我们的金融资产 监控作物生长状况 评估茶叶产值 将茶园资产量化 以茶园数据作为抵押物 让茶农快速便捷地贷款融资 在服务一带一路的过程中 中国的金融机构 不仅有科技创新 还有制度创新 亚万高铁 中国高铁全系统 全要素 全产业链 整体走出国门的第一单 这个闪亮在国际舞台的 中国名片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 中国工程师们 遇到过诸多困难 在巷梁架设的过程中 巷梁运输 如果突然遇到大雨 运输车司机 视线的可视距离 会变得非常的小 这样的话 在行车的过程中 容易造成行车托轨的风险 针对这些可能的风险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制定了全方位 多层次的保险计划 其中包括建筑工程一切险 货物运输保险 人员意外伤害保险 印尼这个地方 它往往会面临着 暴雨和洪水的侵袭 这样就会造成建筑工地的 物质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中国人保 会离定出来 他们的经济损失 也会尽快地安排 赔款赔偿到位 以减少中国企业的经济压力 2017年以来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参与的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项目超过3800个 累计风险责任金额 超过人民币11.9万亿元 从四大发明里的指南针 到太空里的北斗卫星 从古老思路上的 以物易物 到一带一路上的 资金融通 闪耀着中国智慧之光的 新技术 在一带一路的广阔天地中 找到了无限应用场景 而另一张闪耀着 智慧之光的中国名片 杂交水稻种植技术 也同样在这片广阔天地中 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 开启了新世纪的思路之旅 扎拉若罗 位于马达加斯加南部 全球著名的攀岩圣地之一 独特的山谷地形 为水稻的生长 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这里至今仍保持着 一种独特的耕作方式 这些是牛牛 奔跑的同时 牛蹄翻动的土地 在村民和牛的稀耍中 完成了土地的翻耕 然而 大片的耕地 辛苦的劳作 却依然不能让当地人 远离饥饿的煎熬 我说 不说 有些人 在耿地 还没了 我说 有些人 在耿地 耿地 的 胡岳坊 这位从遥远东方赶来的农业专家 正试图帮助当地农民走出困境 虽然对马达加斯加南部山区农业落后 早有耳闻 但眼前的现实依然令他吃惊 还适合原始生产 考天吃花 他们对外边的信息不了解 就算我们的杂家水稻 他们也只是有部分农民 今省城的时候听说而已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当地水稻母产不到200公斤 几百年来都没有什么变化 他们无法想象 居然还有一种水稻种子 可以让产量翻倍 轻松达到500公斤以上 一口流利的马达加斯加鱼 迅速拉近了胡岳坊和村民之间的距离 村民们慢慢开始相信 这位东方专家也许真的能够创造奇迹 他们想试试 因为他们也想改变自己的面貌 想改变自己平清落后的一个环境 使自己收益得到提高 他在这里中有一个环境 在这里是一个环境 而是一个环境 有一个环境的环境 这些环境都没有出现 环境也是一个环境 来自此环境 也有一个环境 当地的环境 但这些环境也是一种环境 就在一种环境 已经在环境 然后与环境 我们不让环境 然后我们不让环境 水道的密集 水道百分之八 溫度百分之四十度 它以後那個山頂上 都會開發出來的 開發成那個體貼 根據當地的土壤 地形 氣候等環境因素 胡樂坊因地制宜 制定了一套切實可行的 雜交水道耕種方案 它送給當地人的 這些小小的種子 為它們擺脫飢餓 帶來了希望 位於塔納那利佛的 中馬雜交水道開發示範中心 是中馬兩國一帶一路的 農業合作項目醒目標誌 這些年來 胡樂坊帶著中國的 雜交水道種子 一次次從這裡出發 把中國的雜交水道技術 送往一個個村莊 二八年當我們騎摩托車 下去調練 或者騎單車下面調練 以致能夠先前天 要寒季的時候 雨季的時候 當時我們要考察 特水有多大的量 能覆蓋多少面積也要去 那我們就做牛车 為什麼呢 它那個樓 就空空哇哇 比較泥泥啊 它就是那種一扭車 一扭車的輪子 有這麼大的輪子嗎 這麼大輪子 要想砸交水道的種子 在這片陌生的土地上 扎下根 人必須先扎下根 推廣工作 其實更像一場漫長的遊說 其中最大的障礙 來自語言的隔閡 首先來的時候 發音還發布很準 因為這個發音 中國人發音 跟他們發音是有區別的 還在情況來講 它有分明出不同 它有頭語 它發音也不像中 所以我們本質 下日基本都下這回合 這回合 分了兩年時間 才把馬魚過頭 從最初的聽不懂不會說 到現在的侃侃而談 在學習當地語言 乃至不同方言的過程中 胡樂坊克服了 常人難以想像的困難 語言通了 交流順暢了 雜交水道的概念 也深入到當地人的意識中 有這個搖擺 我們會做的 護士 我一直都有 去抓的 我很多事情 在這兒 我找到 挑戰 五無二 指標 一般 都回答 在這兒 應該會 見過 與 這兒 一般 和 一般 通过引进种植杂交水稻 尤里不仅解决了生计问题 还有余力对未来进行规划布局 在建造了属于自己的住房后 尤里购买了更多的土地 扩大了水稻种植面积 通过中马一带一路合作 中国杂交水稻的种子飘扬过海 在马达加斯加落地发芽 吐碎洋花 在马达加斯加两万阿里亚纸币上 印制的图案就是中国的杂交水稻 这是马达加斯加政府 对中国杂交水稻造福当地的最高评价 中国种子在异国他乡扎下根 接触雷雷硕果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也像一颗种子 十年耕耘 十年收获 一带一路上四地花开 一带一路 从物理空间到数字空间 从看得见的交易到看不见的服务 他为全人类搭建了一个实现梦想的平台 他让一切新技术 新理念 新成果 在这里交流 交融 碰撞出人类智慧之光 照亮着更远的远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